繼續在發達廣場的環節 新美嘉賓你仍然是來自我們要材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思智先生 郭Sir,你好 有些想問郭Sir,為何要打電話來 下一節問到環節,郭Sir就會解釋大家的問題 有些想問的話,打電話來電話號碼204-6566 電源地址是ask-fbschown.com 郭Sir,我想和你談談個別股份的表現 我想和你談談就是郭邦 又再創新高,高位見過29.95 現在是29.4 問一下郭Sir的意見,1299,郭邦 其實勢頭都非常勇氣,升1.7% 郭Sir,我知道郭Sir一直都看好了 接下來表現有沒有機會衝上30元樓上 其實很大機會 首先,在早前環球股市比較低迷的時間 其實郭邦多或是受影響 但由於它本身的業務,差不多有接近99%以上 是在亞太區這邊的 歐洲是有的,只是0.05% 是不足為道的 但問題是,歐洲現在的情況 都是逐步改善的了 即是說,市場的焦點可能 不單止仍然擺放在亞太區這方面的業務 甚至乎有一點點憧憬 如果歐洲慢慢慢慢走出最懷的一刻 不排除在未來,在歐美那邊的發展 會慢慢慢慢逐步改善 這才是一個亮點 股價的走勢已經告訴我們 大家如果記得,在幾個月前 有邦母公司曾經減持有邦的股份 當時的金額涉及468億港元 但整宗的配售,我記得是27.5元 之後很快已經完成了 升升上28個領,然後跌回到26個多 就一直整固在這裏 之後有邦母公司 都有不斷的配售、減持行動 但沒有影響股價的表現 因為環球的資金 或者流動的資金是相當充裕 一些以萬億計、以千億計的資金 或者一些基金經理 真的到處找東西買 如果一間上市公司 10億、8億市值的話 可能都不是他們買的目標 你上得以百億、上得以千億計的企業 就可能適合他們的心髓 像有邦那樣,市值是三千多億的話 其實一個減持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吸引的 你試想一下 如果一個基金想買等值以百億計的有邦股份 如果在市場上買 你不可能在一段短期才買到 還有,你這樣一直買上去 你的價格也不知數度多高 你攤開來慢慢買的話 也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買到那些少少 你相對以百億計的資金來說 每天買那些那麼多 根本上很難滿足他們的要求 所以一些大型的配售行動 只要公司的業務前景是看好的話 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只是對股價的影響 是基建於一個配售出來 或多或少會令到有人覺得 你可能餵飽了 但其實根本也不關餵飽的事 就算他不是餵飽了,不是買那首貨 將那些錢入市買 你根本就買不到 在短期一定買不到 好了,說回基本因素 由於亞太區方面的經濟發展 遠勝於歐美 尤其是售險相關的業務 發展得相當好 股值方面是中性 你說認真便宜也不能說 但剛才問到股價會不會突破30元 其實相對30元和今早29.95元 是差五分前的 我自己認為突破30元之後 進一步上市32元機會很高 不要忘記 友邦都是恒指成份股 佔的比重超過4% 如果市能夠進一步上破21,061 或者挑戰5月甚至今年全年的高位 友邦股價抽穿30元 只31、32元 絕對有機會 尤其是相關的一些股份 越升可能真的越多人回套 因為你26元買27元買28元買 有錢賺的 好了,問題就是 回套完之後 貨是不斷流入去強者手 到最後一個股價 升得比較高的時間 大家發現收上的貨可能不太多 甚至乎買不回 因為一些不明朗安數 其實已經走在前面 例如歐債的問題 已經不敢說完全過了去 但最驚嚇 破壞力最大的客 應該都過了去 至於不明朗安數 包括 沒有公司隨時要配售 其實已經配了 就算你未來再減持再配 機構性投資者都一樣去接你 因為以現在友邦的估值 三千五百四十億 相對整個市場流動的資金 以百億、以千億、甚至萬億計 數碼都不是很大 我自己覺得 所以友邦目標價 應該一旦升破三十元 可以放在三十元 另外有些消息是關於友邦 在ING方面出售分拆 他們亞太區的業務 已經到最後的直路 Bomber引述消息 都說其中馬來西亞的業務 ING打算賣給友邦 作價大約139.6億港元 日本和香港方面的業務 打算賣給電營主席李澤佳 又和郭Sir談談 是和王13號 美人美人方面 出了個大行報告 說和王的估值仍然很吸引 維持滿入的評級 看看現在和王的造價 最近是76.3 看看市盈率方面 現在是5.8倍 預測市盈率是15倍左右 52週高位都見過80.32元 今天又再升1.5%上來 最近是76.3 有沒有機會在最後一季 都創下52週的高位 很大機會 不單止82.4 應該還可以高一點 因為和王其實在電訊業方面 板塊投放的資金是不少的 但這個電訊業 其實已經漸漸漸漸有現金流 換句話來說 業務已經處於一個增長的初期 其他業務包括能源業務 港口業務 基建房產零售等 全部都是顆顆天王巨星 歐債危機是弱 歐洲經濟不明朗 對和王一定有一定的打擊 因為和王很多業務都是歐洲那邊 但現在問題就是 歐債的問題已經漸漸淡化了 打開報紙 沒有哪張報紙大字標題 歐債事弱 歐債衝擊好像模糊 當然知道 核心問題還未解決 但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就是 財運確現在不需要 令人擔心去違約這方面的風險 第二 歐元沒有解替 事實上來說 最近秋川130 正正是保倉盤所為 美國的經濟也是漸漸地去重新改善 歐美的情況 給人的感覺是 可以這樣說 是較以前是為穩定的了 至於亞太區 或者是香港 內地的業務 發展得相當好 包括能源業務和基建 尤其是基建範疇發展得最好 在環球的經濟前景 可以保守看好的情況下 和王環球業務一定是受惠 現金流強不再說 估值也不算高 如果股價能夠突破82.4 我自己看應該進一步上市 是88到90元 這當然是中期的目標 絕對不是短期可以見得到 事實上 2009年和王曾經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見過90元 當時和王和中仁壽 是雙天保至尊 之後股價紛紛下跌 其他的股份上 都不能拉動整個市場向上 但這一陣 如果和王和中仁壽 能夠向上推的話 其實是有利股價 是進一步向上走的 謝謝郭老師 詳細跟我們分析了個別股份的表現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我持有內銀股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問答環節 還是郭老師在一會 也要問郭老師 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204-6566 電話號碼 ASK-BSTRONEL.COM 休息一會 十分鐘後回來 繼續問答環節 不要走開